您好,欢迎您和我们一起关心台电的消息 还记得去年打破国内50公里超马纪录的陈雄海先生吗? 自诩为马拉松电工的陈雄海先生 是台电北北区营业处的同仁 平时负责线路巡视以及事故抢修的工作 站在用户服务的第一线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超马传奇人物的光环下 有着什么样动人的故事 2013年11月 台湾超级马拉松史上最激烈的 最强50公里之王大战当中 台电之光陈雄海 以3小时31分09秒 赢得超马三连霸宝座 并超越了超马的全国记录 这个联系的时间 我都在每天前走一公司 上班走一公司 到那时上班 到那时下班 我就走回来 比赛经三个月 就加了很多年 从北投住家到淡水寻修班 单程13公里 陈雄海的交通工具 是用两只脚 一步一步有节奏地跑 来回26公里的路程 跑起步来 还有些微薄的样子 这有一边跟我们八山的山幼 它是很主圈的山幼 我们在菜这儿没有了解的时候 而在下来的时候 他们说有副种 自己觉得胸子没有松怀 因为我们是很轻松 结果我们的胸子后面 有泪伤很胸 这胸子就胸没法出来 伴隨著長年的舊商 卻在2013年 以驚人的毅力 打敗一票年輕好手 我們這地圍時 有台東 國庸都各辦事 社會的所在時 也很難得起時 我台北時生氣最好 讀到這種失榮 我感覺說 少年人總是跟老花比起來 少年來比死老花 台電北北區處的員工 陳雄海 自許自己是一位馬拉松電工 因為他喜愛馬拉松 同時也是一位線路巡視 以及事故搶修的專業人員 陳雄海同事 他是在行業班工作 台電第一線服務用戶的 他們是24小時全面無休的 只要用戶有電話通知停電 我們一定會出去 會用戶來做服務 我起床二次是在服務所班二次 後來就釣到淡水 淡水服務所 所以以前都是服務所類的 因為淡水時就變得比較厚 我認為習慣就好了 就繼續在這個所在堂 先修的部門跟我在運動 跟我有少許適合 後來我就去取消班 六十九年已經公司到現在三十一二年了 海哥系數著三十多年來的時空變遷 社會變了 人心也就跟著轉變 早年台外人的簡單樸實與人情味 似乎也跟著時代的變化起了變化 剛才三十一年前的時 擁護時都在台湾前補時 廢道時 擁護時都很多心 拿中道餐廳時 剛才有人在吃飯時 譬如說是那個人員 等著一起用餐這樣 就覺得非常好 有的公伐的時候 他說比較深刻的時候 我看到譬如說一來的時候 鯊鯊鯊給我們吃的時候 這搞不好 如果這個人員 其實我也要賭到 但是我們變遷 就不正常說 用貨到以前台湾最多 就是說你現在出門 要給民眾的時候 尤其用電 你若要頒著的時候 用貨的時候很不滿意 甚至的時候 你如果收你 有等貨的時間的時候 去公伐來麻 第一線人員的工作 就是將用電貨擺在第一 不管時空環境怎麼改變 不能變的是 隨時保持未能服務的 做家心態 現在現在你做得好的時候是應該 我們也認識應該 所以說我們也要設這小的邊緣 所以如果出外面的時候 一都能做就做 不可以做的時候 看我們來用後 最好的改遷 要把事情做得完會完結 力行性的尋修工作 需要有好的體力做後盾 海哥以跑步 騎單車的方式作為鍛鍊 來到陳雄海北投家中 簡約質樸的家居生活 透露出甜淡樸實的生活面貌 這隻是哈士旗 要命我來給我做Caiton 現在目前是 我肥皂 這肥皂都在肥皂 吃到的時候 就是要真正的愛心 一般吃到的時候 一般都吃得胖滷滷的 我這個吃到的時候 你看看 腰就腰 三角腰了 身材很漂亮 這裡是台電影音網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